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办绿卡过程中主申请人和家属分开办理绿卡的情况 那这个主申请人呢 比如说他有家属配偶啊,孩子 那一般来说呢,大家可以一块办这个绿卡 比如尤其呢,如果在美国的话,交485 如果是在中国呢,你可以在广州领事馆办移民签证 或者呢,在美国境外其他的领事馆办也都可以 那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在其他的视频和文章里面呢 也有一些说明,在这里呢,我们统一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主申请人和家属如果分开办 绿卡那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手续 那什么时候要分开办呢,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时候主申请人在美国 但是呢,配偶啊,孩子现在还不在美国 是吧,他还在中国或者别的地方 一时还不能来,来不了 那或者呢,这个主申请人 Ready来提交485了 但是呢,配偶和孩子呢 有的出生公证 或者这万豁免 或者别的材料 手续还没有办完 或者就是有的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啊 觉得说呢,分开办理比较好 那这样呢,也是可以的 那有几点注意事项和这个步骤 我们在这里呢,讲一下 那首先呢,这个主申请人 要么就同时败 要么呢,他需要先提交 不能说我这个配偶和孩子 家属呢,先提交啊 这个不行 那谁算是主申请人呢 对于职业移民来说 那就是这个140这个申请的 Beneficiary受益人啊 他是主申请人 那这个配偶和孩子呢 可以和他一起来办理 也可以分开 那如果主申请人 先在美国交了485 那配偶和孩子呢 只要说配偶双方 是在主申请人 拿到绿卡以前结婚的 那么就可以 那么这个配偶呢 他就算是副申请人 比如说是职业移民的 Derivative beneficiary 这样呢,就不算是亲属移民啊 那比如说呢 这个配偶的一方 主申请人先交了485 另一方呢 在ready以后 过了半年 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 再提交485 也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这个配偶 他人在美国境外 比如说人在中国 那怎么来办理呢 那如果说他能够拿到签证 到美国来啊 那来了以后呢 可以提交485 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 不好拿到签证 那怎么办呢 那可以等着主申请人的绿卡 批准了以后 然后呢 这个配偶和孩子 家属呢 他这个步骤叫做follow to join 然后主申请人可以提交 爱824表 要移民局呢 把他批准的移民申请 转到National Visa Center NVC 然后接下来呢 NVC会联系副申请人 办理这个移民签证的手续 关于移民签证的更多的具体情况 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那这样当然要的时间就长一点了 这个叫做follow to join 但是呢 优点呢 在于配偶和孩子 即使不能拿到非移民签证 来到美国 像这样呢 他也可以用移民签证 尤其是在当前呢 这个情况下 有的人旅行不方便 或者呢 暂时要离开在中国的工作呀 等等不方便 那像这样呢 也可以 或者包括呢 如果说全家都在中国 或者其他地方 办移民签证的情况 也可以 家里一部分人啊 包括主申请人 可以先拿到移民签证 先到美国 然后其他的人呢 过后再加入在里面啊 这样也可以 或者呢 反过来 比如说 主申请人用移民签证 完成了手续 到了美国 那他如果有孩子 在美国上高中 或者上大学啊 那么也可以交i485啊 像这样 然后呢 完成移民手续 但是这个一般也要 在主申请人 已经拿到绿卡以后啊 不能说呢 一家里同时 一个人办i485 另一个人办移民签证啊 这样不行 一般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另外呢 就还是有一个孩子 不要超零的问题 这个呢 只要在排期排到的时候 孩子算出来的年龄 不超过21岁就可以 这个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视频讲到 那孩子算出来的年龄呢 就是他的实际年龄减去 此前的移民申请 比如I140 或者I130 判定的这个时间 算出来呢 如果在排期排到的时候 孩子的年龄不到21岁 那么孩子就可以作为家属啊 要么和主申请人一起申请 要么在过后啊 就不用另外再办亲属移民 总之呢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 因为形势的变化 然后呢 一家有的时候呢 这个申请人分在不同地方的情况更多一点 所以有时候呢 一家人就要在不同的时间来办理这个绿卡 这个呢也是可以做到的 不是说啊 这个I485或者移民签证 非要全家一起做啊 也可以分开来办理 只要把手续都准备好就可以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啊 我们可以讨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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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